中醫院有一個退休研究員 他叫朱鴻園 那時候他剛好需要有人幫他預理 就是查看看說 他以前服役的地方到底是在哪裡 然後他就跟我講這個故事 就一開始我就覺得 因為我上網 這不要講 反正就是後來覺得說 應該不太可能有這樣的故事 我一開始就半信半疑 不是完全覺得說 就是他講的都是真的 結果後來他跟我講說 有這本書上面有寫 他也有寄過他們簡單的翻譯檔給我 然後請我去看 或者說我乾脆 我就想說我乾脆去郵購這本來看 看到底真的假的 就看裡面的內容大概 因為我看不懂日文 我只能從中文的部分去翻 不過我大概看起來知道 一點點意思就是說 那時候真的有這件事情 那其實也是有經過一些比對 但是我不是學者 我沒有辦法要到很 很精確的一個資料 那但是呢 我覺得這對我們預理百年 一百年的一百個故事裡面的話 它是蠻特殊的一個 一個事件這樣 然後就是 那時候還有辦歡迎儀式 我在火車站前面還有歡迎他們來 然後但是 一般民眾也知道說 有歡迎日本士兵 但是不知道 這裡面有緬甸的 他們叫制式的 那時候緬甸制式在裡面 其實他們就是 那時候日本的特務機關 南機關最主要就是 希望讓他們在這個地方 學習操作一些武器 然後回到緬甸之後 他就可以運用這些武器 去做一些 我們現在叫做革命嗎 就當時那個 當時一些郵集的活動 日本人在背後 撤返緬甸獨立的意思 這樣 有 對 他們在 10月5號的時候啊 就是三亞訓練所就是關閉 然後他們從榆林港這邊搭船到台灣 10月8號的時候 從台灣的東海岸花蓮港上路 住民還有舉辦歡迎的儀式 這時候 他們開這個 坐這個列車往玉璃的方向 然後他還有寫說 他來到玉璃的時候 他們挺民啊 他還有做盛大的歡迎儀式 然後他們最主要使用舊的冰射 就是那時候 玉璃分層中隊 原本留下來的軍藝 當作他們訓練的基地